尊重了解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 吉隆市政府社会处今年再度结合相关单位 4月10号早上7点在国门广场举办2024穆斯林开灾节活动 现场陆续聚集了将近1000位主要来自印尼的移工以及新住民朋友们 一起膜拜祝祷之后热闹庆祝 拿着现场免费供应的鸡肉卷等印尼传统美食小吃 和水果香蕉就像台湾人过新年一样 根据市政府社会处的资料 目前在基隆市的外籍移工以及新住民 以印尼籍为最多占比六成多大约3000多人 因此许多台湾的雇主也特地让聘雇的印尼穆斯林放假 来参加开灾节活动 依照穆斯林的立法 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摘戒一月 日出之后到日落之前是不能喝水吃东西 开灾节等于是解禁的那一天 也相当于穆斯林的新年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渊祥 中发处长林立禅 警察局长翁群能 社会处副处长盛会中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秘书 以及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人员 都到现场参加 谢国良特别感谢许多印尼朋友来基隆帮忙 从事看护长照 以及捕鱼等工作 或是成为基隆市的新住民 希望利用开灾节活动 让彼此更加了解 市政府也会持续打造基隆 成为国际化的生活环境 今天是伊斯兰开灾节的一个功德圆满 那我们基隆其实有相当多的移工 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尼 也是有参与这一次的开灾节 一共有62%的移工是来自于印尼 所以无论基隆是秩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无论是来工作来观光或是来居住 我想我们都要把整个环境都要打造好 让外国来的朋友来到基隆能够觉得舒适跟安全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共同来参加这个活动 未来也会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的环境 要把它准备好 让基隆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在场参加开灾节活动的穆斯林好朋友 也开心的上前和市长谢国梁拍照留念 印尼代表处感谢基隆市政府 大力配合办理穆斯林开灾节活动 以及对印尼移工和新住民的照顾 特别致赠感谢牌给市长谢国梁 谢国梁也回赠纪念牌给印尼代表处 象征双方永固情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国梁也回答